明德水库海棠岛四面环湖风景优美 是电影鲁冰花的拍摄场地 有业者却以经营露营场地为理由 禁止游客进入 不过出租场地的苗栗农田水利会却表示 这个地方国有水利地并没有露营的用途 业者根本是非法营业 变向圈地牟利 明德水库上游的海棠岛不但被封为西湖苏提 还是经典电影鲁冰花的拍摄场地 每到周末假期都吸引许多民众前往游玩 却有民众投诉当地露营业者非法营业 甚至乘租的国有水利地也不能有露营用途 苗栗农田水利会表示 六年前出租给富贵屋公司水域以及陆域等两部分 水域经营太阳能游艇 但对方经营不善基欠税金 今年一月已经解约 原本游客上下船的陆域码头业者变向 经营露营区明显违规 将要求对方不得再继续经营 露营业者喊冤表示 海棠岛租约分别向水利会和永春工成租 并没有窃占国有地 营业项目部分已经增列露营区 但尚在协商换约中 如今武汉肺炎疫情导致生意下滑 投资还没回本又被检举 只能无奈以规定办理了 记者张欣杰苗里报道